大家好,这里是美国的小镇小民 我本来想呢,接下来聊几题轻松一点的 聊聊美国的大好河山 但是两天呢,又有不少的事情啊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可能还要做两期 就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就会聊点轻松的东西 先看一下海湖庄园这个被搜的这件事情继续在发酵 现在的是什么情况呢 美国的司法部啊 他现在说不想让法官允许这个FBI这个特工人员 他的这个宣誓书被拱诸于众 就是他去申请要搜查海湖庄园 他要申请那个搜查证要有法官签字 那么在这个申请法官签字的时候 FBI的这个人员呢,他要有一个宣誓书 主要是宣誓什么呢 就是说他等于是正式的 我宣誓,对吧 等于是我发誓这个意思 我是有正当的理由去搜查 比如说我要搜查的是海湖庄园 我认为海湖庄园里头有什么什么 国家机密的东西 也就是说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他不是说我兴许来潮 我就想去搜 从法官来讲呢 他并不需要你提供非常严格的证据来证明什么 因为你那个证据有可能就是他想搜的东西 他这个不是法庭上 所以你不用提供证据 但是呢,你要说服法官 就是说我不是无缘无故的 那你怎么说服呢 你不能就说,我告诉你啊 就是这么回事啊 你要发誓 他是这个意思 那包括他这个发誓里头呢 还要说明我要搜的是什么东西 是在哪搜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为什么要搜 我为什么认为这个地方 有这个我要搜的东西 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要去搜 就等于是说的都是这些东西 而且是在宣誓的情况下说的 美国宪法有一个第四修正案 他这个第四修正案是这么说的 他说美国呀 他不得侵犯人民的人身房屋文件和财物 免受无理搜查和没收的权利 就是说老百姓有这么一个权利 就是他的人身房屋文件和财物 应该是可以免受无理搜查 你无缘无故的来搜查是不可以的 下面还有不得签发逮捕令 只有在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才可以 要有宣誓试词的支持 特别需要陈述被搜查的地点 被扣押的人或物 那等于他这个宪法第四修正案 修得很清楚了 就是你要去搜查也好 你要去抓捕人也好 你要有正规的理由 正常的理由 可信的理由 那么怎么叫做正规的 正常的可信的理由呢 这个理由就是说你得宣誓 你得说我发誓 我就是有这样的理由 不是无缘无故的 就是大致就是这意思了 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呢 这个FBI的这个特工人员 他在申请法官的签署 搜查令的时候 他肯定是有一个宣誓书 现在呢美国司法部 不想把这个宣誓书呢 公布于众 那为什么他不肯公布于众呢 这个大家自己去想吧 然后呢川普这头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他要求把这个 被拿走的文件还回来 他说这里头没有解密文件 他说我都已经解密了 他作为总统 他确实是可以解密 而且呢看来他还有过这么一个规定 就是他自己跟他周围的人说了 他说我拿出去东西 拿到我家的东西就自动解密了 就有过这么一件事情 那他作为总统 他是可以解密的呀 所以他这些文件是很有可能 都是他解密以后拿出来的 这是有可能的 除此之外呢 川普还说他们搜走了 他的三本护照 这我确实觉得不对 护照跟他这些文件有什么关系 那就是他个人的东西 护照嘛 他的身份证啊 相当于 还有呢就是说 他律师和客户之间的一些信息 一些档案 律师和客户之间的是私人的 是受法律保护的 他不可以随便拿的 美国有一些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信息 是受应该说是受宪法保护的 不管谁不可以随便的去 去索取 就是律师和客户之间的就是这么一种 还有医生和客户之间的 这些都是隐私的东西 还有就是牧师 对吧 对这个教堂里头的人 这来忏悔 这些都是他叫privilege的 就是说你 你不可以去管他药 你像律师和客户之间的这种交流的 这些东西 你说律师他自己可不可以主动交出来 他主动交出来的话 他就别再做律师了 他会被那个律师这个执照的 会被吊销掉的 这个就是严格保密的东西 这就是隐私的东西 FBI就这么搜走了 这个确实不对 因为这是你不能随便搜走 你不可以随便就拿走的 这个倒是事实 这个呢 川普自己没出来说 他只说拿走了他的三本护照 但是有人说出来 反正FBI里头也有各种各样的人传消息了 就反正就是消息人事称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个问题了 就是FBI到底搜的东西 里头呢 是不是还有他不该拿走的 看来是有的 再有呢 我还是想说一下 目前为止 川普本人没有受到任何的指控 这个美国司法部并没有说 他犯了什么什么法 但是从他们搜的东西 大致的感觉上 他会应该是三个法律 如果要起诉的话 应该是三个法律 一个是间谍法 一个是阻碍执法 还有一个就是破坏政府文件法 这个间谍法呀 我说了好几次了 跟间谍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只要你他认为 政府认为你泄露出来的信息 对政府有害 对于国家有害 他说是对国家有害了 他就可以说你是违反了间谍法 间谍法呀 现在多数人认为 他真正要 去告这个 在法庭上去告的川普 未必能告得下来 而且呢 他即使告下来了 也并不能真正的阻止 川普24年去竞选 只不过他可能要从监狱里头 去竞选 真正能够阻止他去竞选的 其实是这个破坏政府文件法 因为破坏政府文件法 虽然说他最高只能判三年 你像这间谍法最高可以判十年 就听上去好像这个破坏政府文件法 并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的的确确他是这么写的 他这个法律是规定 任何保管政府文件的人 不得故意和非法隐藏 转移 破坏或修改任何记录 诉讼 地图 书签 纸张 文件 或其他东西 最高呢 可被判罚款 然后监禁的不超过三年 他是这么规定的 关键呢 他才里头是还有这么一句 他说根据该法律被定罪的任何人 将被取消担任联邦公职的资格 那总统也是联邦公职 所以这个法律事实上是 如果是这个事情定他的罪的话呢 他就可以取消他去竞选的资格 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你现在听他宣传来宣传去呢 都说的是间谍法 主要呢 就是为了让大家感觉到 因为间谍法这个名字 听上去觉得他 他是不是什么间谍呀 他是不是真的跟俄罗斯 是有什么间谍的关系啊 什么的 主要是为了诋毁他的名誉 但是间谍法本身 实际上用在他的身上 真的是 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 而事实上 他们可能更多的可能性 是想要在这个 破坏政府文件这件事情上的 做文章 就是美国的司法部 民主党 看来是这样子的 主要吧 这个问题是这样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川普这个人 他总的来讲 他还是有 有这个民众基础的 即使是 他们这个1月6号 这听证会 搞了这么长时间 也没有能够撼动 他的这个 总的来讲 他的民众的基础 所以他们现在 就想破坏他的名声 破坏他的名声 就是间谍法 就把这间谍法 宣传的特别厉害 就说他违反了间谍法 还搞出来什么 他跟马克龙之间 有什么信息 有关于这个 什么核武器 什么乱临发骚的 也有消息人士 出来称了 说这个核武器 这个什么东西 纯粹是属于这个造势 他所谓的这个 核武器的信息 应该不是什么 正经的核武器的信息 只是谈到了核武器 也就是说有可能是 他跟马克龙 在说什么事情的时候 或者是两个人 在信息交流的时候 他给马克龙 写的什么email 什么信里头会说 这事情要搞不好的话 会搞成核战争 什么的 你可以说他说到核武器了 但是这真的能够算是什么 特别高级的机密吗 那我现在在说的 我也在说到核武器 对不对 你也可以说 小镇小民 他那节目里头 可是涉及到核武器的事情 但是这个 这能算是什么 高级机密吗 对不对 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拿出来 来破坏川普的名声 让他听上去很严重 哎呀 他没准是间谍 间谍没准拿的是核武器的信息 怎么怎么样 为什么现在的分析人家这么说呢 因为川普的手上拿的这些东西 他已经拿了一年多了 他离任 他是去年一月份他就离任了 一月二十号他就离任了 现在是 今年已经现在是八月份了 一年半都不止了 一年八个月了现在 这些东西 如果是这么高级的 机密的绝对机密的 涉及到国家安全的 怎么能让他拿这么长时间呢 甚至于有人说 哎那 他是不是以前不知道他手上拿的 你这么高级的东西 他拿着你会不知道 你这个信息是怎么管理的 再有 他这个搜查证 礼拜五就拿到了 你这么高级的机密 你是不是应该一刻 不停的马上去取啊 他一直等到礼拜一 才去搜查 FBI肯定周末是上班的 这是肯定的 对吧 尤其你涉及到这个 这么高等的国家机密 核武器的国家机密 你能等到礼拜一吗 对不对 你不上班 你也得给揪过来上班啊 对吧 所以这说不过去了 就是说他们把它 渲染的这么严重的事情 核武器的 怎么怎么样的 现在看来的里头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这也没准也就是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司法部不想让FBI 宣誓这个宣誓书 公布于众 因为他那个宣誓书里头 可能真的就没有什么 特别吸引人的 特别能够 多眼球的东西 没有什么要求的东西 就是 他在任期间的那些文件 政府的那些文件 有的没的 反正我都给他拿来 大概就是这意思吧 然后人家一看 又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 对不对 所以他情愿的让这个 他的宣誓书呢 不公不于众 然后呢 就让大家在那 各种各样的信息 在那乱传 一会儿说是 这个跟马克龙有什么什么 人家一听 又马克龙怎么了 到底他们俩说什么了 一会儿又说什么 核武器了 这个那个的 反正就让人感觉 这里头有好多的 哎呀内幕的东西啊 是不是高级机密的东西啊 因为他怎么着 是当间谍了 是把这些信息 都准备要去给俄罗斯嘛 怎么样的 就让大家自己去猜 就制造成这样的一种气氛 就现在看来 这个美国司法部 是这么在干 这个事情 那白宫呢 反正他的发言人就说 司法部 他是独立进行司法调查 我们跟我们没关系 他那意思就是 这事跟我没关系 就是我们绝对 不是后头的操守 他就这意思了 我还是这句话 谁爱信谁信 我反正是不信 我这里头再评论一句 这个Mary Garland这个人呀 他曾经被 欧巴马提名 到美国的最高法院的 法官 结果呢 被Mitch McConnell 就是共和党当时 是参议院的 是多数 他们不肯 不肯来 就是来讨论这件事情 应该是 总统提名了 他们就应该讨论 讨论完了 大家投一下票 就完了 结果这个Mitch McConnell 这个人呢 他就是说 他连讨论都不讨论 这事呢 就让他给 这么给压下去了 等于这就没成 现在他做了 这个司法部的部长 我就觉得他呀 是在报复 他在报复 整个的共和党 那么当然了 共和党的头 现在就是 大家都认为是川普嘛 所以呢 从他来讲 他坚决不肯 他跟其他的民主党一样 而且甚至比 其他的民主党 可能更不愿意 2024年川普去 能够参选 因为川普参选 很有可能川普赢 现在民主党里头 没有能够 对付得了川普的人 所以他真的是 尽他的力 去阻止川普的 这个当选 主要是因为 他不能容忍 这个共和党 这个24年又赢了 他肯定是 不能忍受的 所以他是 的的确确 我是觉得 他这件事情 确实是做得 有点太过了 尤其是如果 像什么 律师和客户之间的 这种交流台 给搜了 把他护照 什么的都搜走了 这真的是 有点无法无天 确实是这样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这么无法无天 这只能一个解释 就是说 他已经失去理智了 这不是一个理智的人 能够做得出来的事情 应该说 如果就算是 FBI跟他说 这川普拿了 什么什么东西 他事实上 是应该 踩刹车的人 他应该跟他说 这事情 能不能别的办法处理 不要去这么 去搜他的家人 看来他是 很积极的 去让他们去搜 因为没有他的这种支持 FBI没有这么大 这么明目张胆的 这么来的 对吧 就是以前吧 美国的司法系统 其实一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我以前总认为 你像这种 什么律师和客户之间的 这种信息 这种东西 怎么着 他不敢明目张胆的 去践踏的 因为这是很明确的 这是就是我说的宪法 第四修正案里 就说得很清楚的 你不能随便 无缘无故地 去搜人家的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搜查呀 这个抄家这个事情 它是有象征意义的 你如果连前总统的家 你都可以 FBI的人说 我想去搜就去搜 我想去抄就去抄 那谁的家是安全的呀 对吧 这个影响 他一定要考虑 也就是说 你要做这种事情 一定要特别特别 特别的慎重 那如果最后发现 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过就是一堆文件 他拿到家里头去看 为了他自己 写回忆录也好 还是干嘛 完了你就找这个理由 你纯粹是为了政治报复 为了处理你自己的 这个24年 保证你自己 能够继续当政 来这样对付你的对手 那最后如果是 被证明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事情 不是小事情 对不对 然后涉及到 隐私的这种东西 这是全美国 大家都是公认的 这个律师和客户之间 这个医生和客户之间的 这种交流 还有就是 就是我说的牧师 这些东西绝对不能 不能碰的 说句老实话 这 就说你美国再怎么司法 有问题 这些东西 你是不能碰的 现在看来呢 他都不在乎 我确实是觉得挺震惊的 我确实觉得 这个Mary Garland 是昏了头了 我不知道是他昏了头了 还是他背后还有人 跟他说没问题 你就这么干 拜登他边上的人 跟他说你就这么干 没问题 我不知道我的感觉 是他个人 恨透了这个共和党 就是因为共和党不准备 连这个讨论都不讨论 就不让他当这个 最高法院的这个法官 但是他这么做的结果 让我觉得他真的不配 对吧 他能够这种事情 做得这么没有分寸 这么昏了头 我觉得他确实不配 做最高法院的法官 当然了 真正当了最高法院的法官的人 也不怎么样 所以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好 这个是这个海湖中 那事 接着要接下去 再发酵的话 我就跟进了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这个蓬佩奥呢 被告了 蓬佩奥怎么会被告的呢 他被告的是 被什么人告了呢 是这个阿桑奇的律师和记者 是两个律师和两个记者 情况是大约是这样 就是蓬佩奥们原来是CIA的头 他早就说过 他说we lie we cheat we steal 我们撒谎 我们作弊 我们偷窃 这是他自己说的 这我们整个CIA就是这么干的 那他自己也就是这么一个人 看来他干了什么呢 就是有一段时间 这个阿桑奇被关在 阿瓜多尔的这个大使馆 他在这大使馆里头 当然就有记者 也有律师啊 还有包括一些媒体人士 反正都会去找他 结果呢 这个蓬佩奥呢 通过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叫UC Global 通过这个公司UC Global呢 就在这个阿瓜多尔的大使馆里头 就装了什么窃听器啊 什么这个那个的 甚至呢 进大使馆的人 记者什么 他们去看这个阿桑奇 那么进去的时候 都会把他收掉 他的手机啊 什么电脑啊 什么都要收掉 但按说的话 收到你就放在边上就完了 等他出来就还给他 看来他们不是 他们收过去以后 还去搜查了这些人的手机 这些人的电脑啊 什么的 那么这个呢 同样是违反第四修正案的 因为你这个没有搜查令 你就等于去搜查了这个人 你搜查了这个人的手机 搜查了这个人的电脑 同样的也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律师跑去跟阿桑奇讲话 这也是一样的 是秘密的 这是隐私的东西 你根本就不能够 就没有这样的搜查令 就是搜查令 都不可以去提取的信息 有关于律师和他的客户之间的 这种谈话 搜查令都不可以去搜的 这是绝对的 是要保护的这个 个人隐私的东西 哎 他就去 就直接去窃听了 还有录像 他都给拿走了 他们自己都在那 偷偷的窃听完了 没有经过法官的签署的 任何的搜查证 什么都没有 他们就在这里头 在这个使馆里头 就这么全弄好了 然后就去收集来了这些信息 完全就是非法的 所以呢 阿桑奇的律师 还有两个记者 现在是四个人 两个律师加两个记者 而且他们还说了 有其他的人曾经去过的 你的那个信息 肯定被他们都给窃取了 因为你要知道 有些律师 他带着他的那个电脑里头 还不仅仅是 跟阿桑奇有关的信息 他那电脑里头 还有跟别的客户 相关的信息 那都是 应该是保密的 都是不能够随便去搜查的 不是不能随便查 就是不能去搜查的 就是不能窃取的 现在全都让他给窃取 他们告的是属于 这个民事的 就是说你给我造成了 各种杠的损失 事实上这个属于 应该是刑事案 Mary Garland的 美国的司法部 应该好好抓这件事情 好好来管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就是属于 完完全全是 违法了美国的宪法的 第四号 这个第四修正案的 美国人自己的这个 搜查令的过程 搜查的过程 他也全部违法了 因为你看他搜查 这个海湖庄园 他怎么着 他有法官签字 然后在法官签字的时候 FBI的人有宣誓的 我宣誓怎么怎么样 对吧 我认为什么什么东西 怎么怎么样 这什么都没有 就蓬佩奥 他就指使这个 UC Global 他们就干了这事了 这个UC Global 它是一家私人公司 但是呢 如果没有 美国政府在后头 没有蓬佩奥出面 CIA出面 埃瓜多尔的使馆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 让一个乱七八糟的公司 跑到他使馆里头 去安这种各种各样的 窃听装置 什么的 对吧 还有就是门口的这些 保安的这些 这肯定要不就是英国政府了 就让这些人 把他们东西都给搜过来 然后就交给CIA的人 这肯定都是英国政府 美国政府在后头 主要就是美国政府 英国政府也是听美国政府的 就这么回事 就是CIA 蓬佩奥在后面 搞的这一切东西 就是这么回事 当然了 现在这件事情呢 是发生在美国以外 国土以外 它是发生在 埃瓜多尔 英国的埃瓜多尔的大使馆 但是这不管 做这件事情的是CIA 是CIA的头 蓬佩奥 被他监听的 被他这个强行的 就是等于 没有经过他们允许 就拿走他们信息的 这些这几个人 是美国人 所以这件事情 并不是阿桑奇本身 而是阿桑奇自己的律师 还有两个记者 准备采访 就是在那儿 要采访他的记者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能还会 慢慢接下来 还会有更多的人 这个呢 我觉得也很好 因为蓬佩奥这人 干的坏事也太多 那个时候 绑架孟晚舟 就是蓬佩奥的主意 当然川普是同意的了 所以川普也有责任 但是这个主意呢 就是主推的就是蓬佩奥 蓬佩奥你看他那样子 长得就像一个 黑帮的那个大佬 他们这种做的这种事情 比黑帮的大佬 做的还没有底线 黑帮之间 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家人是不碰的 对吧 毕竟今天 你去绑架他的儿子 明天他去绑架你的女儿 这大家都没好处 这个道理 黑帮之间都明白 所以家人是不碰的 可是你看蓬佩奥奥这种人 没有底线到什么程度 对吧 孟晚舟是任正非的女儿 他们抓不着不任正非 就去抓他女儿 完全没有底线的 这个人是一个 十恶不赦的人 他等于就是 利用他的职位 他一旦他成为了 CIA的这个头了以后 他就整个就把CIA 搞成了一个黑帮组织 就是现在就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有人去告他 非常好 这种官司啊 你去告啊 是有多大的赢的可能性啊 这不是很重要的 很多时候打官司 不是说为了赢 很多时候打官司啊 就是把这件事情抱住出来 让大家天天在说这个事情 说到底呢 就是诋毁这个蓬佩奥的名声 事实上是怎么回事 那他的名声本来也是不好 现在呢 等于证明了 他确实是 他自己都说了 对吧 我们CIA干的这些事情 那他现在自己是亲生 是这么干的 这件事情 极其确确证明 他就是这么干的 他不就在那偷窃信息吗 去监听别人 没有任何的这个 法律的基础 完全没有按照正规的程序 他去偷听 他就去偷听 窃取别人的这个信息 从人家手机上 从人家这个电脑上 不经过允许 不告诉任何人 不跟任何人打招呼 就这么窃取了 这完全是他的做派 他自己嘴上也说过 也承认 现在用实际证明 实际的行动来证明 他就是这么干的 CIA就是这么干的 就蓬佩奥这样的人 他还想竞选总统呢 他很认真的 他是想竞选总统 只是呢 现在有那么几个 共和党里头 认真的竞选总统的人呢 都发现呢 这个川普只要去竞选的话 他们都没有什么机会 所以他们这些人啊 没准心里头 也挺希望 这件事情能把川普扳倒的 应该是这样 所以他不出声 一方面 他自己也没有资格出声了 因为尤其蓬佩奥 他自己竟干这种事情 他在CIA 没少干这种事情 所以他比这个 Mary Garland的更过分了 因为毕竟 Mary Garland去海湖庄园 还是有搜查令的 他搜查令都没有 就随便什么人 他说想去搜查别人的东西 他就去偷偷的去窃听也好 去窃取别人的东西 别人的信息 他就都这么干了呀 对不对 所以他更没有资格去说 这FBI这么做这个 有什么对和不对 他是完全没有资格 这么说的 当然他是不是 这么有自知之明的人 咱就不知道了 但是至少表面上来讲 他现在是没说话 很重要的原因啊 就是这个竞选的这个事情 他们现在啊 都在那等川普 川普一旦说他不选了 或者是川普 真的是出于各种原因 不能选了 这些人都会宣布 但是他宣布了以后 肯定都希望川普呢 是支持他们 因为川普支持他们 会带一些选票过来 所以他确实也是 不敢得罪川普 这是就是这样子 总结来说啊 你看蓬佩奥是共和党人 Mary Garland是民主党人 蓬佩奥负责的是CIA 后来他就是国务卿 Mary Garland是司法部 蓬佩奥对着的是 阿桑奇的律师和记者 就是普通人 Mary Garland对的是 美国的前总统 也就是说 现在美国政府啊 甭管你是哪个党的 你是负责哪个部分的 你是对普通人 还是对有权有势的人 真正现在 美国的司法部 美国的FBI 还有美国的CIA 就是我说的深层国家 我想干嘛就干嘛 我看你不顺眼 我想搜你的东西 我就可以搜 现在就是这样子 美国现在就变成了 这么一个国家 好 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 我马上再出一集是 聊一下昨天晚上 共和党的初选 那个结果还是挺有意思的 好吧 喜欢我的节目 麻烦点赞留言转发订阅 谢谢